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7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2024春节过后 强国会正式开启防导淫塌模式 一旦谈到经济危机 就一定离不开高杠杆三个字 无论是1929年的大萧条 还是日本失去的30年 抑或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 背后的本质都是杠杆太高 导致普遍性违约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中国从2015年开启涨价去库存 北上广深的家庭不贷款个500万、800万 都不好意思给人说自己是北京人、上海人、深圳人 二三线城市一般贷款一两百万 四五六七八线城市现阵贷款几十万 都是非常普遍的 从2021年的最高点到现在 全国基本下跌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什么概念 就是首付和之前的月供全部阵亡了 再低下去就是要向银行补交保证金 因为抵押物不足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如果多数人发生补交困难 那银行将直灭巨大的风险 系统性金融危机就会靠的很近 再加上城投债 地方债欠的钱 2024年金融系统出现大问题是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有人说了那简单继续保房价即可化解 房价被保在高位 把巨大的风险转移给买家 接盘即可 这样做不是不可以 要知道现在正在这样做 但市场买家枯竭 没钱的没钱 有钱的有房子不需要再买 接盘能力已大不如前 时间一长 房企撑不住 资金链就会断裂 债务违约就会爆发 那银行又将直面巨大的风险 举个例子 过去外地来北京的年轻人 通过六个钱包凑齐一百万首付 购买一套三百万的老破晓 老破晓的房东在用这些钱 置换一套六百万的电梯房 而拥有六百万的大姐 会选择购买一套九百万的改善大三居 安享晚年 那些卖出大三居的国贸金融财俊 则会用这些资金购买一套 一千两百万的低密度小洋房 甚至那些一千两百万的小公司老板 也能用这些资金 购买一套一千五百万的别墅 大城市高房价 主要是靠置换炒上去的 否则哪有那么多现金的人 也就贷款供置换差价 而现在置换链条断链 一千五百万的老板因业绩下滑 需要卖房才能维持公司运营和员工工资 而原本的国贸金融财俊 因被裁员而无法偿还房贷 那些购买了中职信托的人们 也因信托爆雷而急于卖房最底层的接盘侠 那些拿着一百万首付来北京的年轻人 则在降薪裁员的边缘 不敢再出手从银行借那么多钱 只要中间层大量失业破产 上层立即卖不掉 顶层最不缺钱 但担心安全也跑了 底层对价格最敏感 即使是刚需有钱也不愿出手了 宁可先租着 这就是现在房地产的现状 现在很多人还在坚挺着 认为国家会出手大放水 然后他们的房子还能再升上去 因此还没有大降价去卖 过了明年春节 看着政府没动静 没错是只能大幅割肉了 因此明年春节后 才是房价大幅暴跌来临的时刻 很多人都知道 日本房价下跌了百分之七八十 他们以为是一下子就下跌那么多的 其实不是 日本房价下跌也是用了几年时间 第一波降价 1990年开始 房企爆雷 新房开始降价 房企回笼资金 二手房因为房贷及购入价格 不想亏钱降价 造成二手房有价五市的局面 第二波降价 是经济形势不好 还不起月供的房子 变成了法拍房 银行回笼资金 降价集中上市 房价进一步下跌 第三波降价是二手房降价 一些投资者看到市场 真的没有希望 亏钱也跑吧 跑晚了 渣就没了 造成了第三波砸盘 第四波是日本1992年 房产税的开征 经济形势不好 多余的房子租不出去 还要交物业费 房产税 房产彻底沦为了负资产 这就造成了人们 把多余的房子 不计成本的降价出售 形成了第四波降价 中国的房企爆雷 是从2021年恒大开始 2022 2023 融创碧桂园等也跟着爆雷 所以房企爆雷 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算起 要知道日本政府 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可以不让房企降价 但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就很大 就可以不让房企降价销售 所以这一两年 房价之所以没有下降的那么多 跟地方政府阻止房价下跌 有很大的关系 之前地方政府不让房企降价 是想着其他有点钱的房企 还可以买地 地方政府可是靠着卖地活着呢 谁知道后来 所有的房企都没钱 也没预期买地了 除了他们自己的马甲 或者央企国企 而且由于房子卖不出去 很多房企还面临资金链 断裂的危险 因此有些地方政府 在年底也就睁之眼闭之眼 默许房企降价销售了 那炒房科二手房主 一看新房都降价了 因此他们也就挺不住了 因此大规模降价 一定会发生在2024年的春节之后 就北上升那种地方 最后房价两个腰斩没有问题 贷款500万800万的就是死路一条 这次房价暴跌 损失最大的就是一线城市的房奴 尤其是2015年之后进场的 房子总价高 贷款多 泡沫破裂 首先跳楼的就是他们 二三线也有一些 相反小城市 因为房价低 贷款少 虽然赚的少 但是相对来说还会好一些 如果中国在像1992年的日本那样 在土地财政彻底破灭后 开始征收房地产税 那拥有多套房的房主也就惨了 现在越是觉得自己有一斤房本的 到时候就越惨 2000年之前 大家只是不富裕 不宽裕 但没有债务 经济下行 不至于索命 现在债务本息的反噬越来越厉害 直接要命 大多数只看到 每年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很多 房价上涨了很多 没看到自己的债务也增加了很多 现在经济下行 房价下跌 还连带着降薪裁员 自己还欠着一堆债务 要是再征收房地产税 这日子可有得过了 而跟房地产紧密相关的银行体系 也会随之坍塌 更多的房企爆雷 城投债违约 普通民众还不起房贷 我们就等着这一波波的烟花 2018年爆料 马航事件 所有中国的飞机里边都安了额外的个装置 QVRC 就是录音系统 还有录像系统 你怎么可能马航 马航飞中国的飞机 当时是很多是强制你按的 而且是这些数据是完全找得到的 为什么就找不到了呢 你觉得是正常的吗 那么东航这个问题 你不用公布黑盒 你就公布这个 你录音就行了 这个录音是百分之百的不会损害的 记住啊 他这个比黑盒的还牛 即时传回来的 你为啥不能公布呢 就这样的常识 中国老百姓都不想面对 就相信党的 比爹娘还亲的党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